Hello 大家好 我是甘甘 早前我在IG Story和Youtube跟大家說 我即將要搞一萬訂閱的Q&A和大冒險 我現在已經收集了很多問題 而大冒險相對比較少 可能主要重視在Q&A上 因為時間有限 有些重複了的問題 我就可能已經歸納在同一條問題 好 直接來第一題 最不想回答的問題 就是 儲了多少錢才決定做全職Youtuber 首先我不是全職Youtuber 我現在其實有教過 我不是存了一塊錢所以拍Youtube 純粹是我覺得我這一刻再不拍的話 我遲些就不會拍 趁我現在還很想拍的時候 我現在就先做了 我覺得我將來未必再有這個勇氣去拍 而且我覺得我這一刻不做 我稍後就會後悔 存了多少錢 給個Range買得了 那OK 我搭個Range 就是六位數了 我不是很多錢 不是那些財務自由拍Youtube 絕對不是 如果是的話 我這一刻不需要教過 即使我沒有錢 和我有錢 我想我這一刻都會拍Youtube 所以我希望我剛剛的答案 可以回答你 然後去到第二條問題 就是有沒有想做以前的老本行 還有沒有什麼想試一下體驗 我只可以回答你這一刻 我這一刻就沒有想回去的了 我拍那條影片之前已經預料了 我不會回去的 如果我選了拍那條影片 我就不會回去的 所以那條影片的價值 是我將來這麼多年的收費 大家真的要上一百萬那條影片 不是開玩笑 是決定了不回去才拍的 所以這一刻就不會回去的了 還有沒有什麼想試一下體驗呢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一個Bucket list 清掉它 我還想去Skydiving 我還想學瑜伽 我想考瑜伽老師牌 但全部都是想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實行我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短暫住 即不是移民 短暫住在一個地方 我也想試一下 因為我最近看到Youtube的方向 很多Youtuber都選了旅居 旅居的模式很好 你可以去不同地方 Stay一個月 然後你可以體驗這麼多地方 移民就是你Stay了在那個地方 但旅居就是 你可以不斷去不同地方 體驗不同地方的生活和文化 我覺得這個生活模式很棒 不過我覺得短暫都做不到 因為要錢 譬如我這一刻在拍Youtube 但我確保不到我十年後還在拍Youtube 因為我覺得成世人沒有理由做同一件事 還有很多人想試 我這一刻還在拍Youtube 可能我下一刻又想去玩其他東西 我覺得應該要是這樣 不要讓你死了一下才是後悔 你沒有做過這些事 希望我回答你 然後下一條問題 大學讀什麼科 大學讀帳戶 比較悶的一科 其實不是悶的 純粹是因為我帳戶好一點 所以就選帳戶 OK 一件事是要黑銷自己 下一條問題 這位觀眾就問 就是入過廣青 但是我現在已經好試了 所以我都覺得不值一提 因為身邊的人現在仍然很厲害 在港青也有跌了很短時間 我也是苦戶才能進去 這件事是因為我實在打得太多年了 我由二年級開始打Bang 有好一段時間 是一致力放學都要打球 所以我現在即使隔了很多年沒有打 我都還能調球 還能調球 好厲害 下一條問題 就是做完BIG4 跳出外面私人在什麼價位 我那時就是叫高了15% 其實是看你怎樣搭訕 因為外面的SERRY 就沒有那麼透明 可能你大概知道Range 但你去到外面 你即使同Gray 但SERRY都可以很不一樣 可以Range很闊 好看你的經驗 那你就可以叫做什麼SERRY 跟蕭先生交換穿搭24小時 你猜他肯不肯? 蕭先生 那沒辦法了 這條問題就是想他 坐在我旁邊的時候才回答 就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好他應該都猜到我要回答什麼問題 那下一條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結婚? 隨時啦 我可以很誠實地跟觀眾 我超想 隨時啦 隨時啦 怎樣?你有沒有滿意這個答案? 其實我完全不是迫婚 我純粹是很誠實地面對鏡頭答這條問題 但其實我不用答 大家看我的樣子都會知道我的答案是什麼 那下一條問題就是 感情維繫法 四個字啦 我覺得 順其之 我覺得是我們見得不夠多 新鮮感 保持這個新鮮感很重要 但其實我是想見到一點 你說我們一星期見幾次? 一星期大概一至兩次 是我們一星期見一至兩次 究竟是否正常? 夜晚就每天見 夜晚 我們每晚都要Facetime 我好像維持了這麼多年 都是一星期見一至兩次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同居不到 另一個沒人吃而已 另一個沒人吃而已 別開玩笑 好 那下一條問題就是 說一下不喜歡對方的事 嘖 嘖 大麻 那些事 太麻 那些事 證明就是很急便 麻 我這些是要想清楚才做 有好有不好 大部份時候 我都覺得我不是那些 可以立即決定到事情的人 我是要想很多事情 去到很遠 有好有不好 想那麼久 但最後的結果 一隻都沒有 沒有什麼不滿 你說了一個而已 沒有啦 很想說幾個 還想說幾個 大佬 遇到這些小事 那我 想不到啊 李師傅 不是啊 好幾樣的 先說第一樣 第一人就是 大家有看我跟蹤他那條影片 都知道他經常摔頭 他很喜歡打機 他經常都按手機 我怎樣叫他 他都可以讓我重複多次那條問題 我經常都要不斷重複 我自己說的事情 他才會回覆我 他可以坐在那裡 不斷打機打機 然後我隨便跟他說話 繼續在那裡打機 他都完全不回覆我 打機打到 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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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雖然說習慣了 但有時候都會感覺到那個痛在那裡 即是在親戚的時候 現在才說的 我一直都說的 他的毛髮很誇張 尤其是那些鬍鬚 他可以 譬如正常男生 我猜那天早上褪鬚 應該經常都不會生毛 但他不是的 他到了12點 其實立刻生毛 他半天後就開始生毛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帶蕭先生去脫毛 脫完毛再回答你 他頂不住 要脫完毛後才回答問題 對呀 好 現在做完你覺得怎樣 嘩 這麼快就做完了 但他就用了10分鐘左右 體驗來說是挺舒服的 這間房間其實有挺大 挺寬敞 還有有茶飲 整個氣氛幾好 實際做下去的過程來講 就相當之有點痛 但不會說你痛到 嘩 接受不到 他們脫毛機 是比較新的 三段色激光脫毛機來的 三個波長會同時輸出 可以一次過脫到 粗毛和幼毛 效果都會比較適 脫得更加快 還有會令到皮膚更加亂白 和收毛孔 看看他現在的皮膚有沒有白到 如果對比剛才的Q&A 現在應該是白淨了很多 因為男士的鬚巾和女士的比基尼位置 其實那些毛都是粗毛 所以其實夏天也想穿比基尼去沙灘 其實如果脫了比基尼位置 就不用擔心穿比基尼的時候 會露出毛毛 其實如果男士脫鬍鬍的話 出毛之前也可以 省十分鐘一個星期 省七十分鐘一個月 省二百八十分鐘 我想所有男士都應該明白 現在只要用我Infobox上面的連結 就可以有這個減一千元的優位 只限頭三十個而已 可以選擇的部位就是 比基尼或者全面 又或者 下面任何兩個部位 還送上 永久保養 那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去Q&A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脫完毛回來 我就繼續回答餘下下來的問題 投資Tips 我之前也說過 我不覺得自己是這麼準 我也不想誤人子弟和說錯方向 不要在這裡詳細說 真的我有做資料搜集才會說 下一條問題 為什麼會叫金金的 我本身是想叫小雲 我是趕了很久要叫小雲 但我的朋友一夜都被我 因為我家人有時候會叫我小雲 因為我戴眼鏡的時候很像 所以我本身很想叫小雲 但他們就說 小雲是很有氣質的人 有個雲字 通常都是比較氣質的 像Karl那樣的氣質 但我在想名字的時候 我給了一個名單給我的朋友 當中是沒有金金的字 為什麼最後會有金金的字 就是因為我整個名單都被我的朋友 全部禁止了 那一天我在餐廳和我兩個朋友 在討論究竟叫什麼名字 前面就有一支燒酒 它是柚子燒酒 燒酒那裡不是寫柚子 它是寫金骨 那就是一個金字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金金 然後我剛好跟頭兩個朋友都說很搭 這個名字 然後我又覺得OK 又真的好像很搭 總之就是很衰直 就是自然和比較衰直 所以就起了這個名字 是這樣 下一個問題就是 是怎樣懂衰生 我們就是在大學也懂的 一開始我是不是太想來它 它是魚翁雜網 中了一條大魚 多壞 它有魚腸 慢慢慢慢我自己很毒的性格都感染了它 所以現在才變到它一揚一齊這麼毒 可能它也沒有變過 它也可能在揚著魚 好啦 那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條片 想我周不時弄一些Q&A的影片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還有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